讨论华人女演员除了M豆这座绕不开的大山之外 在华语圈要说知名度 估计也就玩偶和刘岳能扛一下 刘岳的出名更多是赶了个早 2019年出道 其实很多人是不吃他的颜值的 那个时候M豆也才出创 创办人P先生还在思索住华语市场要怎么 开拓所以刘岳的出名算是天时地利人和 玩偶的出名则是完全依靠颜值 剧情内容制作精良以及神秘的口罩 可以说玩偶放在什么时候出道 都会是大爆的顶流 除此之外在国内能大火的 女演员好像就寥寥无几了 但是这并不能阻碍那些挑战者的奋起直追 比如今天这位主角 尼克兰妮可 妮扣是属于典型的那种甜美脸蛋 从她自己公布162公分52kg的身高体重来看 属于非常匀震的线条 再加上本身身材就好 能够出道就位列P战前100名的成绩 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从目前能得知的一些资料能得知 尼克兰是一名留学生通过 安利范的软件自拍走红 尼克兰原本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留学生 后来因为喜欢分享自己日常 经常在安利范的社交软件 平台上发一些自拍和穿搭 爆红成为了网络红人 他自己也没想到人们会很喜欢他的分享 会收到很多人的关注 现在互联网社交是很普遍的现象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些平台上 分享自己的日常 之后赚到钱就开始了另外的拍摄之路 时候的名气就越来越大 所以总的来说 Eco还是蛮聪明的 在没有成名之前 就可以利用网络来赚到第一桶金 所以在成名之后 更是将网络的利用最大化在大陆也天天直播呢